随着智慧型手机普及 许多人都成了低头族 那观众朋友 您呢是不是也很容易分心 也离不开智慧手机 也无法克制自己要滑个不停呢 要小心哦你可能已经上瘾 甚至需要专业的协助 根据研究业者的调查 新加坡人平均每次使用脸书是38分钟 是美国人的两倍时间 而许多数位成瘾症的病患 也因为焦虑的问题要就医 但他们因应的方式却是更加不断的上网 来使用社群媒体 这让新加坡的精神科医师就呼吁 要求要政府医疗单位 正式把网络与行动装置成瘾症 列为心理失调 来对抗这种不断恶化的问题